本港的麥錶位供不應求 過去20年間 私家車與麥錶位的比例 由20比1大幅升至32比1 本部記者早前去了西貢公路近白沙灣 一個設有公共麥錶的停車場 發現現場至少有12輛私家車的車窗和擋風玻璃 張貼了出售的宣傳單章 上面寫有聯絡電話等資料 售價介乎5萬至10幾萬不等 當中不乏歐洲的二手車 記者發現車窗展示的聯絡資料當中 重複出現了4組電話號碼 於是以顧客身份撥打其中一組 接聽的女子植認相關的汽車屬於他們車行所有 而在車行還有更多二手車可供選擇 記者於是相約翌日 去到他們位於西貢康湖居附近的車房試車 其間累積完全程坐在副駕駛座 大廣將那些私家車停在麥錶位出售的原因 那裡的位置很久了 其實他們的汽車都會放在那裡 否則通常是放在車房的 因為方便我們打理 然後又試車 假日通常是外面進來的 平時在這裡我們中的 通常都是西貢 西貢 張昏路 但是我有幾個在港島 說得興起 他更透露怎樣白展麥錶位才不會被警察抄牌 我吊架 即是每天都要吊架 動下去 車經常不動 會死的 他又大爆 白山灣旁邊的麥錶位 其實同時也有三至四間車房 以同樣的方式買車 攝氏的車房除了八佔麥錶位之外 車房外面的一塊官地 亦都懷疑成為了他們的私人停車場 記者發現 在車房門口為止 說立了一塊由西貢地政處發出的政府土地告示牌 上面表明了不准佔用 遺者會被檢控 翻查Google Map 衛星圖片 原來車房已在2009年10月 將私家車停泊在相關土地上展銷 以未有關情況或已長達12年